哈喽 大家好 我是雷宇 今天和大家继续分享日本这边的中古车 就是我身后这辆两厢版的安格赛拉 那你想管它叫马自达3呢 也没有任何问题 不管你怎么说吧 它都是马自达旗下一款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小车 那这个车啊 大家看到了贴的是这个牌 那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这个车大概情况呢 是一个2014年的车 目前跑了不到9万公里 这边大概目前它的价格呢 是3万人民币出头一点点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这个车已经非常经典了 我就不说的非常非常详细和具体了 主要呢和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么一款经典的小车 这个车还是一个马自达非常经典的红颜色 然后侧面呢 轮胎的尺寸啊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整体的这个比例呢就非常协调 看起来真的是挺动感的 然后呢 这个车是有5小时进入和5小时锁车功能的 简单的再来看一下车尾 我觉得两箱版车型它的这个后备箱空间啊 真的是有很多的优势 一方面是你很容易的去拿取和放东西 对吧 而且这个空间利用率呢会很好 另外它这个后排座椅是可以四流比例放倒的 这个车啊你看它的下面 哎这有一个补胎工具 好你看是没有备胎的啊 OK 好然后提到这个轮胎呢 对吧咱们作为一个非常良心的分享 这个车啊实话实说 它的这套运动轮胎尺寸呢是2154518寸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轮胎现在这个状况已经不太好了 旁边已经有裂纹了而且磨损呢也比较厉害 所以如果你想啊拥有它 想还还原一个它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呃 摩擦性能呢 我觉得这个轮胎换一下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 大家看这个后轮也是同样的啊 这个状况 OK 那外观整体呢大概就是这样 车里边呢这个其实不用我做的太多啊 多功能翻向盘这个基本上算是一个满配的一个状态了啊 啊 定速行航啊 然后包括一些多媒体的控制啊 然后这边是有啊 自动大灯啊 还有换脑锅片这些都是有的 然后这边包括什么ESP啊 i-stop啊也是有的 然后你看还有原厂的这个金属踏板 对吧 然后这边呢 啊除了这个一键启动之外 它还是有这个抬头显示的 我给大家稍微找件车看一下 嗯 你看是有这个抬头显示功能的 然后这边呢是 马自达自己的这个多媒体系统啊 底下哎 这个车是有前排座椅加热功能的 然后底下呢是一个左右分区空调 再往下呢是一个DVD 后面是一个同样非常熟悉的操作区域 对吧 好 然后这个地方是水培槽 后边呢是一个中央附设箱的一个储物 底下呢是有USB的充电口 还有一些数据接口 包括SD卡什么的都在这个位置啊 好 然后这个机械手上啊 我觉得放在马自达身上呢 尤其是安克斯拉这个车上呢 就非常的合适 是吧 非常有我这种操控的乐趣这种感觉 嗯 好 然后这个上面 哎是马自达家族啊 这个ETC的这个 装置都基本上是在大概这个位置 马自达家族的这个Bose音响哎 这个车也是有匹配的 好 然后咱们转过来这边是 电动的座椅调节 然后呢是一个皮质座椅前面后面都是皮质座椅啊 这个皮质座椅我坐上去感觉还是蛮舒服的 因为马自达他本身就是有一个啊 架控坐姿的这么一个属性 他的自己的一个研发的团队对这个方面还是蛮重视的 嗯 OK那前排呢大概就是 这么一个情况 反正配置啊 算是堆的比较比较的满了 那我的身高呢大家都知道是一米七四 然后你看这个头顶的空间呢还是OK的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前面的这个腿部空间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啊 这个我来比一下吧 一拳到两不到两拳的这么一个腿部空间 还是挺富裕的 然后坐上去的感觉呢 这个后排座椅还是挺舒服的 因为有些车坐后排座椅就没有前排那么舒适了 这个车还是OK的 而且这个对腿的承多性还有这个包裹性呢也都还是不错的 嗯 大概这个两箱的安克赛拉呢 这个里里歪歪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好 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安克赛拉开启的感受 刚才也提到了它的动力呢是一个2.0升的自吸翻动机 那这个翻动机呢也非常的经典了 大家也很熟悉对吧 嗯 我想说的是呢 这套发动机呢 反正我是在日本这边啊 不管你是平时带步也好 还是说去经常跑一跑高速也好 那这个2.0升的自吸发动机呢 它的动力储备都是完全够用了 嗯 相比它的1.5汽油自吸的这个发动机呢 这2.0升自吸发动机开起来呢 要更好一些 这个动力储备呢更充沛一些 当然了那个1.5呢 你要说带个步呢也是没什么问题啊 然后呢相对比它 比如说在日本这边的那个柴油发动机呢 虽然柴油发动机在市区开呢 会更有优势一些 比如说更手油 或者说是它的这个低扭更强一些 嗯 但是呢 比如说在跑高速的时候 就不如这个2.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了 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柴油发动机 大家都知道它的这个噪音对吧 相对来说要比这个纯汽油系的这个噪音呢 要更大一些 那既然提到它的这个动力啊 就不得不说它的这个变速箱了 马自达的这个AT变速箱啊 即便是在现在这个年代 现在这个汽车大环境里面去开 这套AT变速箱 配合它的纯汽油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也是真的非常非常好开 它的这个逻辑非常的聪明 而且这个换挡速度呢也是在AT变速箱里面表现是非常非常快的这么一个表现 所以说你整体开起来啊就是怎么说的就是没有存在感这个变速箱 你想有一个提速它啪就给你很聪明的降一个档或者降两个档 然后你想让它稍微的偏经济节能一点呢 这个升档的这个时机呢也把握的非常的好 所以说这套动力系统加上这套非常聪明的变速箱啊 在如今这个年代已经非常非常的难得很少见了 然后呢就是底盘感受了 这个底盘啊真的是比我那个下头路的底盘的路感清晰的多的多 我是相对比来说的 这个车由于它的这个车胎的处则呢相对更偏大一些 真的打了不牢少啊 造一个整个底盘的这个回扩也真的是更好一些 而且这个方向呢给人的回扩也是更清晰一些 所以说整体的这个路况啊这个路感啊都要非常非常的清晰 即便是在市区这样开起来啊也非常的有乐趣 那基本上安格萨拉这个开起来的感受啊就和大家小小的回顾到这里 所以我觉得这款车不管你是在这边练练手也好 刚拿完驾照练一练也好 还是说就把它当做一个日常的家庭的这么一个小车去用的话 这个车都是非常的合适 好了那这期节目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如果你对这个小车感兴趣呢有事儿你说话 祝大家Have a nice day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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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